欢迎收看3月6号的财经Espresso 中国以外的疫情加剧对全球企业的冲击 市场担心全球经济将会持久放缓 隔夜美股再次重挫 亚太股市溃不成军 马股也受到了冲击 全天下滑7.93点到1483点10点 汇率方面 马币同样受到冲击 对美元下跌至4.17000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Away的单元 伊斯兰党和梧桐等组成新政府 虽然内阁成员还没有宣布 但伊党已经率先在市场上 展示了影响力 伊党的中央经济 房产和企业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马兹里诺尔说 国内银行应该考虑合并 来解决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问题 此话一出 原本已经面对降息冲击 经济减缓等风险的银行股 立刻硬生走低 拖累金融服务指数 一度下挫146.23点 最后跌幅收窄到124.15点 必是收卦14336.56点 另一方面 自诩为成功商人的 前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 在200万令吉行贿案审判当中爆出 他作用8亿令吉身家 让全国人民是议论纷纷 对此前首相纳吉说 昵称孤南的巫统财政 是通过合法的管道来累积财富的 毕竟他是企业大亨陈志远的生意伙伴 也坐拥数码网络 前身Mutera通讯公司等多家大公司的股份 孤南在法庭上指出 除了数码网络的股权 他也掌握了多家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此外他强调 家族公司Tatman Suri控股的角族资本 已经提高到1亿令吉 是他经商成功的证明 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快速的扩散 负面冲击也逐渐显现出来 这到底为国内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 亚洲发展银行估计 疫情对大马的损失最严重 可以达到39亿9700万美元 最低也预计丢失6亿0300万美元 亚裔说 以最温和的情况来推算 大马经济也料在疫情当中 损失8亿3100万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23% 如果情况变得严重 损失料达到15亿1200万美元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